浇在这个面上 咖喱汁半变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陈 之前一直迷猪蹄,最近一直迷咖喱 我现在感觉我浑身散发着 都是昨天咖喱火锅的味道 那咱们今天继续给他把这个味道续上 达海家咖喱泰国菜 超粉嫩,我就坐在这个 你好,谢谢 我就在这个小角落 我已经点好了餐前小虾片,送的 我点了一个奶茶 里边是奶茶冰冻吗 感觉还是有点点甜的 我更喜欢喝那个茶香味重一点的奶茶 这个奶茶要甜大于苦 吃这种蓬化食品就是不吃是不吃 一吃就停不下来 空桶 阿里虾到了,超大一份 感觉好粘稠的样子 他这虾个头也贼大 奶吃奶吃 这边应该是笋片 菜花 这咖喱汁真的绝了 特别浓郁 这是红薯 甜甜面面的 这个是红薯 这个红薯真的很绝 我真的要拌一口 拌一口 拌一口 软软软软面面的 软软面面的 有这个咖喱的加持 这个菜都变香了 它这个米饭挺香的 我的面也上了 把这个虾盖在这个面上 浇在这个面上 咖喱汁拌面 这边还有那个花生碎 咖喱配炒面 有点类似于炒盒粉的味道 嗯 觉得有点腻 可以挤点这个 清凉汁 更加的清新 嗯 我觉得一个人来的伙伴 就可以点一份这个 他家最经典的这个 咖喱大虾再配一碗米饭 就真的很绝很香 嗯 过一遍这个 什么都得 裹一下这个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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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咖喱真的老好吃了 我要把剩一点咖喱给带回去 可以拌饭 也可以炒饭 我觉得收藏打卡 哎 就是可以送这个 嗯 嗯 这个椰汁西米肉也挺好喝的 超冰爽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喜欢记得给小神点赞 评论收藏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